首先来看到据报道说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今年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将首次以视频的方式举行 台湾当局表示将积极争取蔡英文视频参与 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王文斌 在昨天也就是25号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 中国台北派代表参与 必须符合亚太经合组织相关谅解备忘录和惯例 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搞突破 完全是徒劳 中国台北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 以地区经济体身份参与亚太经合组织 无论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以何种方式举行 中国台北派代表参与 必须符合亚太经合组织相关谅解备忘录和惯例 这是中国台北参与亚太经合组织的重要政治前提 在这个问题上 我们的立场十分明确坚定 任何方面都不要抱有幻想 台湾当局企图借机做文章搞突破 完全是徒劳的 准备